玉琳瑯熙 heart. 院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出席的政府官員 以及所有的委員 所有的媒體朋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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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張院長 請張院長 劉委員好 張院長好 首先要恭喜張院長 您在這個所謂的過渡時期 林委說明當我們的院長 那在這一次台南的震災的這個過程裡面 您得到了人民的一個肯定 大家都認為您大概是馬政府執政以來 最貼近民意 最能夠聽得懂人民的聲音 然後最知道人民的一個困難的一個院長 謝謝 所以這樣的一位院長 我也要請問院長 我們台灣是以人權立國 對不對 所以民主自由人權是我們所信奉的一個價值 因此呢 居然是人權是我們所信奉的價值 所以言論的自由跟表意的自由 也應該是我們政府應該去捍衛的 對吧 OK 所以最近呢 在我們的這個海關呢 也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 就是所謂的在護照上貼紙的問題 我不知道院長知道嗎 了解 你了解 看到媒體有報道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海關過境的時候呢 那如果說在我們的這個護照上面 有這些的貼紙的話 那到底 就依照你們所謂的護照條例的施行細則 有說不可以在護照的封面呢 為任何的這個所謂的增三 這個修改或是呢 為任何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增加戳跡 那所以在這裡我想要請教院長的就是說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這個畫面 這是我們政府機關所列的 這可不可以 我想這是等於提醒護照持有人的一些注意事項 而且是官方的這個資料 官方的貼紙可以 好 那下一面 好 那這個可不可以 這個就要請教外交部了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不要在這個護照的封面上面 做任何的改變 因為這個最主要就是 這有改變嗎 好 我們也最要緊的希望 我相信我們不希望大家這樣做 因為是維護大家的權益 這有什麼權益可言 這就是說我大概表達嘛對不對 我的護照上我把它貼一個大吉大利 為什麼不可以對不對 事實上在海關這個都沒有問題 好 那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好 那這個可不可以 他貼了很多他自己喜歡的 一大堆的大概是這個除夕葉 所以他貼了很多的這個很好吃的東西 可不可以 還是一樣我們盡量希望大家不要去做任何的改變 希望大家不要去貼 特別是不要改變這個護照封面上面任何的文字 我想這個跟人權無關 他有沒有改變封面的文字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那個事實上是有把封面上面的文字 事實上是掩蓋掉 像中華民國 中華兩個字蓋掉了 一部分蓋掉 那這個在海關可不可以過關 我相信就是說在移民署那邊 他們的相關的管制員會來規勸大家 好 那這會影響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要了解 當我們到國外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我們國內的問題 事實上在其他的國家 當我們要靜觀的時候 對方也會有同樣相關的規定 事實上有些國家也有給我們明確的表示 包括美國在內 他希望我們不要做任何的改變 因為會影響到我們國人的權益 我覺得這個也是保障人權的一部分 但是在實務上我們發現說 大家所有的這些的改變下一張 好 這些的他這個 Gameris下一張 然後再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好 這個貼的是什麼 就是兩岸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想委員不是貼什麼的問題 還有無限期支持中國國民黨 我們不希望國人在護照封面上面 做任何的改變 這個以保障我們國人本身的權益 對 當然我們知道說 外交部的利益很好 希望說你的護照上 然後呢有所這些的貼紙 可能在外國會受到阻撓 或是會受到盤問 或是會受到就是我沒有辦法讓你入境 對 而且確實有這樣的例子 好 但是呢在實務上 所有持有這些在護照封面上 他把他做這些貼紙的人 在國際上 在所有的各國的海關 都沒有問題 他們唯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是他們要入境的時候 在我們的海關 被我們的海關擋下來 所以呢我們看看這兩個呢 這所謂的兩岸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無限級軍使中國國民黨 他們沒有被擋下來 不能夠說在國外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樣會誤導我們的民眾 事實上美國方面 事實上也給我們非常明確的一個表示 希望我們在進入美國的時候 不要在護照上面有任何的改變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訊息是非常明確的 我希望能夠讓我們國人了解 我們是保障他們的權益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一個保障 人民的權益的話 這樣的訊息非常清楚 那就應該是一視同仁 可是我們發現說 所有剛剛的這些都沒問題 唯一有問題的是下一張 是上面貼著台灣國的這個是 他就要被請到小房間 然後再加以這個小語大意 然後要求把他拿下來 如果說好這是因為別的國家 他們對我們國家呢 這個非常的 就是說慎重的要求 我們不要在上面有任何的貼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 善意的一個勸導 當然可以我們可以 外交部就像說 我們所有的手機 一到哪裡國家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 說你如果在遇到什麼樣問題 我們國家永遠保護你 所以你可以打什麼電話 所以同樣的 我們也可以在大家的手機 或是他過關的時候 給他一張小紙條 說如果你這樣隨便亂貼貼紙的話 你有可能在過境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樣的阻撓 所以請大家呢自己呢去衡量 因為我想我們的國民 大家都有能力去判斷 會去做這樣的貼紙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背後的意義 對不對 他可能要表達他的一些的 他可能就是他我覺得他支持 這所謂的同志婚姻 他支持所謂的台灣屬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兩岸的這個 所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是呢他覺得說台灣呢 就是應該是屬於台灣國 那他們各有他自己的表意的一個自由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不是要政府去限制說 好你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依照法律的規定 我們就法論法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他並沒有違法 為什麼 因為依照我們的這個 護照條例上面所講的只是說 你護照的這個 除了持照人啊 你可以自行填解的封底內頁以外 非權責機關不得擅自 增山圖改或加蓋戳記 第一個他並沒有在內頁裡面 這個增山圖改也沒有去加蓋戳記 所以呢我們所有過關的東西 其實要看的什麼 所以他只是要去看你的條碼 對不對 你的名字是不是同樣這一個人 你的這個條碼 那你的這個照片 然後你的簽證以及你的出入境 所有這些資訊是不是正確 所以呢 好我今天持這樣的一張一本護照 我如果從自由通關的那個 就是說這個自由通關的這個部分 過去的話 我是可以過去的啊 因為你的電腦 並不會因為我上面 有的這些貼紙 就把我把關呢 對不對 我希望我們不要去誤導一般的民眾 我還是希望說在護照的封面 不要做任何的變更 如果有任何的貼紙 也不要去掩蓋住任何的文字 因為這個在國外 我相信有的時候會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甚至於我們也有被遣返的例子 那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保障 我們所有的國人 在澳門也有遣返的例子 我們今天的護照能夠 在通行161個國家 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都要來珍惜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不要誤導任何的民眾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盡量去了解說 我們政府有這樣一個做法的 這樣的一個用心 我們事實上是希望盡量的用勸導的方式 但是在國外會遭遇到 很可能會遭遇到相關的困難 我們沒有要去誤導大家 說請大家鼓勵大家去貼這個東西 但是它是屬於人民的言論的自由 也是屬於表意的自由 這是憲法第22條所明定的 對不對 所以憲法呢 它所沒有規定的其他的自由跟權力 那是受到 除了它危害國家的安全或是社會的秩序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是屬於表意的自由 是受到憲法的保障 但是站在一個政府的機關 我們可以一個良性的勸導 我可以發一張條子給你 對不對 就請你要注意這個 我提醒你了 那如果呢你出去 你因為這樣子你被黨官了 那你要自己去負你的責任 因為我已經提醒你了 但是並不是說 好當中華民國的人民要進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拿了這樣的一本護照 他貼著這所謂的兩岸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事 他貼著台灣國就要被請到小房間裡面 我想不是這樣 我想不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說 所有的國人不要去變更護照的封面 不管在國外會碰到困難 我們也希望能夠 大家能夠遵守我們護照條例 這個只是一個善意的提醒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在護照條例的施行細則裡面 原來只是規定說你不可以在內頁 或是在這個所謂的頁底裡面呢 去做影響護照原狀的行為 你現在把這所謂的護照封面都把它加上去 事實上這已經侵害到人民在表現的自由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護照的內頁主要是因為用機器判讀的時候 他能夠了解他護照的封面裡面的內容 但是護照的封面我覺得是代表我們的國家 這是一個通關的文件 在國外我覺得會有困難 我們也把這些相關的資訊 應該要讓國人有正確的了解 好 那你現在把護照的這個所謂的施行細則 把它加上護照的封面 第一個它已經違反護照條例 護照條例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護照條例只是規定內頁跟這個所謂的封底 那你自己呢你的行政命令超過了你的母法 這本身就是違背法令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這個也限制了人民憲法上 所表現的這個表義的自由 第三個呢你的行政機關 你也不可能我剛剛的第一頁 你就貼了這所謂的義難應該注意的事項 你也是一樣去改變你的封面 那第四個呢就是你在這個整個一個規定裡面呢 事實上呢你是不能夠去受限制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護照條例的這個施行細則 你的新增的這個規定把封面 這個護照封面這個再把它廢止掉 把它回去到原來護照條例所規定的 不要讓它行政命令超過 就是按照護照條例然後來訂定這個施行細則 當然希望能夠配合這個護照條例的實施 那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這個我們所做的事實上是保障我們所有人的權益 超越你的護照條例的範圍 所以希望你去好好的去把這樣的一個護照的封面 這個把它廢止掉 因為它已經命令超越了所謂的法律 在我們的教育部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我們知道說性別平等教育法是民間團體 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呢才成就的 才訂出來的 那性別平等教育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呢 其實也是經過民間團體多年的努力呢 才成立了這樣的一個教育部的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 那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目的在哪裡 它其實呢它的任務呢它包括說 各個法規政策的研理 還有教育人員的培訓 課程教學的設計 還有研究跟評量等等 所以呢它的一個任務呢 就是要達到性別平等教育法 這個第一條的目的就是要 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 維護人格尊嚴 那並且要厚止並且建立性別平等的 教育資源跟環境 所以呢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去消除性別歧視來 落實真正的一個性別的平等 那當今天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他不具備性別平等的意識 或是他不具備性別的意識 那這樣的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如何能夠去實現 是我們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第一條 他要去消除性別歧視 能夠落實性別的一個真正的平等 所以呢這個在第六屆的時候 教育部的性別平等委員會裡面呢 也一直引起非常多的爭議 我們知道說性別的平等 所謂的要去為什麼要有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最主要的就是要去糾正這些的 這比較對保障這些所謂的弱勢的族群 那這些社會的少數 那所以呢對於這些人 當然在教育部的性別平等委員會裡面 就應該要有這樣的人 他對於這些的性別的一個平等的 這些的少數的人 他能夠知道說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不平等 他的成因那以及呢這個 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他能夠呢來提出他的一個改善的一個計畫 所以他第一個要能夠認同性別平等的價值 而且要能夠了解這個所謂的性別平等的 這個不平等的一個現象跟他的成因 那同時呢要有協助去改善現況的意願 所以呢當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他本身不具備有性別平等的意識 他一直呢表現出 對於同志的議題 對於這些所謂的性少數的議題 然後呢不斷的用一些歧視性的字言 甚至呢在這整個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裡面呢 不斷的去主張說對於這個部分呢 去阻擋這所謂的同志的教育 性的教育甚至情感的教育 這樣的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是完全違反我們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一條的一個宗旨的 那在這個部分呢其實在這個去年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質詢過我們的交易部長 在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們也這個提出來 這個凍結案 我們要求說 好第六屆也就罷了 那在第七屆在你臨選的時候 希望你能夠把你的 這個所謂的臨選的這個辦法呢 要公開透明 而且呢一定要去修改 讓它呢能夠符合真正的能夠 臨選出真正的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那同時呢我們希望說 所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所有開會的會議的資料 要能夠公開上網 要經過能明的能夠檢視 但是非常遺憾的 我們前一陣子黨就要給部長 部長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第七屆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我們今天選出來了 對不對 可能也公告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名單裡面呢 我們就發現說 第一個 你們上一次跟我們答應說 對於這個所謂的臨選辦法 你們會去做修正 而且是辦法的修正 而不是只有在第七屆委員 這個所謂的臨選的程序 去做一個修改而已 但是我們看到 第一個你們這個辦法根本沒有改 第二個呢 好你們現在在這個所謂的 臨選的這個程序裡面呢 你們做了一些的修正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比較 好 我們來看看你這個第七屆的 這個所謂的性別平等委員會 的臨選的這個資格裡面呢 你們列了九項 那這九項裡面呢 你們只是寫說 只要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格之一 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這個從第六項開始 第七八九是應徵的 那我們來比較了 這所謂的 這個性別平等的這個 教育人才的這個 師資庫裡面呢 這個師資庫裡面是只有六項 它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符合下列指標條件 至少三項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當我要當一個 性別平等教育的一個師資 我必須要符合這六項裡面的三項 我才能夠當性別平等教育的師資 可是我要當教育部的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我可以在九項裡面只要有一項就可以 所以這裡是變成說 今天要做決策的 要提出這整個一個 我們教育的這個課綱的性別平等的方針的 這樣的人 他比我們的這個師資的要求的資格更少 這樣妥當嗎 請問 好解委員的顧慮 我請吳部長回覆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這次性別平等委員的 專家審的領選的過程中間 有特別組了一個小組 針對這個所有推薦的候選人做過一次 我知道啊 但是我們要你們公告你們不公告啊 對不對 而且你們這一次性別平等委員的這個組成的背景呢 第一個不夠多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每一年有多少的同志自殺 或是所謂的被自殺 我們實際上會看到的 某某中學的學生不勝墜樓 實際上不勝墜樓其實就是自殺 每一年有多少的同志 因為受到 在學校裡面受到霸凌 然後呢他自殺 我想最明顯的案子就是葉永志的案子 最近也有人在提起 所以呢這些的所謂的性傾向 或是性別認同 或是所謂的性取向的人 不一樣的這些人 他在整個一個教育體系裡面 如何受到霸凌 那今天教育裡面就是要去糾正這些的現象 如果這些人對於同志完全沒有概念 完全沒有同理心 完全沒有同情心 你想制定出來教育政策又是如何 所以今天在你們所評選出來的這些委員 第一個不夠多元 因為你們裡面連同志的團體一個都沒有 你們一個徵詢都沒有 裡面所有的代表裡面沒有一個 這個民間的這個代表同志的這個 或是多元性別的民間的團體 第二個呢我們看到 這個所謂的家長團體的代表 他們增加成為兩個 而且其中有一個還是 上一次是另外一個團體的代表 他這次變成這一次的團體的代表 那第三個呢我們也看到說 好這些專家學者跟事務工作者 重疊性非常高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校長跟輔導老師 當然我們知道說好性侵害性騷擾 這個需要有輔導老師 但是校長有這麼的多 所以這些的同質性也太高了吧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看到說 在這整個一個我們一直在講說 好你們說你們有通知民間的團體 我們說你們到底通知了哪些的民間團體 因為所有關心性別議題的民間的團體 完全沒有被通知 完全沒有被知會 他們完全不知道可以去推薦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告訴部長的 就是說性別平等教育 最重要的是要去對那些非主流的 弱勢的 沒有人替他發生的人 我們所謂的affirmative action 也就是要去採取激起的措施 來保障他們 而不是讓這些所謂的主流的 這些的人在裡面 然後來講說 哎呀這些的同志呢 他應該要被被糾正 這個什麼等等這些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請 我們教育部呢 對於這個部分呢 能夠 就是說增設也許是一個 所謂的不適任的退場機制 可不可以 我相信我們領選的委員 對於性別平等的意識都非常的強烈 那我們也有信心說 在未來的委員會的運作過程中間 他們都可以非常理性跟宏觀的 來觀照所有性別平等的議題 所以我們只希望你們程序 能夠公開透明 在這個程序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個 希望你們能在一個禮拜內 把你們到底通知了哪些 民間的團體來推薦的 把這個通知的資料給我們 第二個呢 把以後所有的會議紀錄 全部公開上網 我想既然當了性別委員 你就有義務 把你在會議裡面所講的話 應該要讓大家能夠 接受所謂的監督跟這個所謂的檢視 那再來呢 我們也希望是說 如果他的這些言行 根本不符合性別平等委員會的 這些事格的話 他應該應該有一個退場的機制 可不可以做到 我想會議過程中間的公開透明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他真的有委員 在會議過程中間的表達是不當的 我相信社會會有公平 那如果真的有這樣事情發生的話 我想教育部也會做適當的主委 我想你總可以去設計一個退場機制吧 好 那院長 我這裡同樣的 行政院的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最近呢 他們到3月4號到期 所以也正在臨聘新的委員 所以我們也同樣的希望說 這整個一個臨選的機制 他的一個流程 以及他的這個標準 希望是不是也能夠建立這個法制化 然後也希望是不是能夠公開透明 那也能夠是真正關心性別議題的人 來試任 來這個聘任可不可以 我回去注意一下 OK 好 謝謝 那另外的一個議題呢 當然要請教這個 這個院長的 就是最近呢 這所謂的高教藍圖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爭議性的案件 爭議性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議題呢 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看守的時期不要去用 但是我們最近發現 你們又用了所謂的五年一千億 要去提高這個所謂的頂尖大學的這個計畫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剛剛這個也有其他的委員問到 那我們的張院長講說 哎呀這是因為呢 我們前面的這個 這個五年呢五百億呢已經到了 然後變成這十年呢一千億 那現在已經期限到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 可是第一個他到的是到年底 也不是現在到了 第二個呢就是說 是預算作業要現在先開始做 好開始作業 但是我們也要看看 你五年五百億 他的成效到底如何 你這個有沒有去做檢討報告 有沒有去看看去檢討 我們知道說五年五百億的結果是什麼 全部都在搶資源 全部都在製造這所謂的埃及的論文 甚至呢這些論文大抄襲 連我們的部長蔣部長都牽涉其中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裡面發生這麼多的弊病 甚至我們也看到現在 大學跟大學之間趕快合併 為的是什麼搶資源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要去檢討的是說 我們不是說大學不要優越 我們也不是說大學不要頂尖 但是我們要去看的 你這樣的錢灑下去的結果 成果是什麼 那好我們今天造就一個說好 今天一個非常優秀的排名 擠進去前十名好了 或是前百大好了 那是不是對我們整個國家的高教體系 就提升了呢 這資源的分配有沒有不公的問題 所以這資源有沒有濫用的問題 前一陣子的還有教授的這個 和銷的問題也出了問題 所以這些所衍生出來的 你沒錢大家都非常認真的在做學問 有錢大家眼睛都亮全部都在搶資源 照講各種什麼都出來 我可不可以跟委員說明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在新的高教藍圖裡面 不是只有在做學校的發展 我們對於學生的照顧 以及對於退場的 即將要退場轉型的學校 也給予實質的幫助 這都在藍圖裡面 好我們希望你們先把第一個 你要編這麼多的預算 我們說第一個要有衝擊影響評估 對不對 你今天說好我為什麼要提供這個 一定是你有一個統計上的數字 看見了什麼樣的問題 根據這個問題你要去提出你的策略 所以你今天編了這所謂的簽譯 十年的簽譯的計畫 那你的策略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對不對 我希望你把這個性別 把這個影響評估 衝擊影響評估拿給我們 讓我們立法院覺得說 你這個衝擊影響評估 你這個所謂的簽譯的計畫 真的可以去解決你的問題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想這個計畫是不能夠進行的 這個藍圖有機會的話 我們一定很樂意跟立法院來做報告 好我們希望你們能夠 而且我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計畫 因為牽涉到 事實上是到下半年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說留給新的政府可不可以 那個我們現在往下做 並不是說就要把它百分之百定 因為到了5月20號以後 這個錢的分配 資源的分配 那個時候還不會定 而且這裡面的內容也還可以再調 所以我們現在做只是說 因為預算作業的關係 希望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 但是呢 我相信那個5月20號以後 新政府有足夠的調整空間 這個我也可以放心 好所以你們是說 先把預算框下來 但是那個實質的內容 可以再去做改變 準備提協定也可以準備 OK 那我們希望說你們能夠 嚴格的遵守 行政院你們自己所頒布的 各種的衝擊影響評估 然後把這個東西看看說 好 那妳編這麼多的預算 妳所要做的這些計畫 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 妳所要解決的問題 好 謝謝 那在下一個問題呢 我們想要請教的 也就是一樣 是一個正義性的案件 這個正義性的案件呢 也就是所謂的勞動部的 � person 綜綁外籍人士 來台的一個裝作的計畫 因為我們看不出來說 你提出這樣的勞動部 這個鬆綁外籍人才來討的這個工作計畫 目的到底是要 是鬆綁這吸引外國的高階的專業人才來台灣 還是要讓這些在台灣就學的這些的外籍 喬外生畢業以後留在台灣繼續工作 還是你是要像這個所謂的現在要創新事業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特殊的人才 所以這些的人才不限於這些所謂的高薪 說我要引進來 我們今天做一個政策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的目標是什麼 那我提出我的手段我的策略是什麼 然後才會預算進來 但是我們發現說這些是非常連你的目的都不清楚 我們看到這個勞動部最近也辦了一個公聽會 結果你們自己所要的學者 全部都在拼起裡面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今天這所謂的鬆綁外籍人才來討的工作計畫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要吸引這些高階的 這所謂的外籍的專業的人士 那我們原來定有最低的薪資要這個 47971 那47971這麼低的薪水 當然對一般的人 對一般的低薪的人已經覺得是很高了 可是對於這些所謂的外國的高階專業的技術人才 他們可能覺得太低 結果你今天還要把這樣的一個底線呢 他要把它怎麼樣把它去除掉 改成所謂的平點制 那你把這個去掉 你有沒有去看看說 為什麼吸引不到高階的人才 那你的目的是要吸引高階的人才 你又把這個限制把它拿掉 我不曉得你怎麼樣去吸引高階的人才 所以你今天要吸引高階的人才 最重要是什麼 是你產業結構的調整啊 對不對 我們今天台灣不是沒錢 是台灣所有的錢怎麼樣 全部都去炒房地產 然後去炒股票 因為大家不曉得要投資什麼 所以這是整個產業結構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能夠升級 能夠產業結構能夠去改變 那怎麼樣能夠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然後讓業者願意投資能夠吸引 然後能夠用高興去禮聘這些 真正的外國的高階的專家的人才進來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好我們也知道政府投入很多的資源 吸引這些所謂的外籍生啦 尤其我們看到很多的東南亞的國家 甚至我們的邦交國的國家 有很多的外籍生在我們國內 可是這些人他們畢業之後 他必須要兩年的工作經驗才能夠留下來 我就是在國內我找不到工作 我要出去以後兩年再進來 我當我出去兩年我找到工作我不會進來了啦 所以呢在這裡就會牽涉到就是說 好那你把他們訓練了 國家投資這麼多的錢 你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希望說他們這些人的人才為我們所用嘛 對不對 我從大學研究所然後培養你 將來就是為我們所用啊 所以在這裡有很多的是東南亞的人 我們也知道說當我們不在清中 我們的整個貿易不在這個清中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要像東南亞的國家 向其他世界的國家呢去挺進 那需要這些的人才 也就是我們在培訓的這些的外籍人士 這些的學生 剛好就是可以留下來的為我們所用 可是這些人要為我們所用之前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我們對這些的中小企業 我們怎麼樣鼓勵他們 也許他可以知道 我們今天要進去那裡做生意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國家的風土民情 我們要懂得他的文化 懂得他的語言 剛好這些人是可以為我們所用的 那第三個呢就是我們知道說 現在政府也投入了幾億的錢 在做所謂的社會企業 所以社會創新社會企業需要有一些的很年輕的 然後非常有想法的 這有創意的人留下來 可是這些的人你要留下來 那你必須要另外的一個方式 不是說降低高階高薪這樣子 就這個所謂的 把這個所謂的低薪高階人力 就能夠解決的 這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您所提的其實就是一個配套 我們第一部分就是針對僑外生 他要兩年工作經驗 還有一些這個其他的限制都把它取消 像要資本額要500萬 還要到這個什麼營業額要2000萬的 這些企業才可以聘用 這個都把它取消 好 那你知道取消的結果 你知道它的效應是什麼 你的就業影響評估是多麼的粗糙 這個是針對 只有針對在國內的僑外生 就是僑生跟外籍生 把這樣子的一個 要兩年工作經驗的這個限制取消 第二個就是 才是委員講的那個白領的外籍 這個技術人士 你會選其他的 求生意 你會選其他的 會選其他的 不過你也會選其他的 如果擔任 我會選其他的 好 謝謝 魯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的答選